他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猖狂的盗墓贼 不仅在光天化日公然袭警 还仗着人多向警察放出狠话 声称中国的墓只有他不想到 没有他做不到 令人没想到的是 这个猖狂的盗墓贼 之前从来没有接触过考古 只是通过一本密集自学成才 仅凭这一点就疯狂盗墓五百余起 他就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厉害的盗墓贼假声文 1999年农民工老刘像往常一样上山砍柴 但唯一不同的是 今天的后山灰异常的多 像是有人在开采什么东西 但却没有什么声音 老刘没有太在意就继续砍柴了 半个小时后 一声震耳欲聋的响声从山坡传来 把老刘给吓了一大跳 这荒郊野外的怎么还有人榨山呢 政府不是前几年就明令禁止了吗 老刘怀着巨大的疑问 向刚才发出声响的地方走去 走进去一看 三个身影鬼鬼祟祟的拿着铁锹 在挖下面的土堆 刚才的声响就是从这里传来的 这三个人在干什么呢 又凑进去一看 老刘恍然大悟 原来这几个人是在盗墓 身旁古代的青铜器散落一地 几人还急急忙忙的进行着工作 老刘不动声响的离开了这里 然后赶紧将山上的情况报告给了村长 村长听后也没有任何怠慢 直接给当地警方打了电话 告诉他们有三个人在山上盗墓 警方接到报警后 立刻派人上山查看情况 到了目的地后让他们大吃一惊 哪里是三个人 明明就是二十多个 这时候警方有点慌神了 因为这二十多个人看到警察后 丝毫没有慌张的意思 反而拿着手中的家伙就要冲上来 几个警察也没有退缩 立刻和二十几个人扭打在了一起 可他们哪是二十多个人的对手 两名警方被盗墓贼给打伤了 意识到事情不对后 二十几名盗墓贼拿着手中的古董就跑了 两名警方也赶紧被送到了医院治疗 听到这个消息后 当地警方立刻意识到 这是一伙人数极其庞大的盗墓贼 他们对所有突发情况都准备得很充足 警方没有怠慢 立刻对周围的居民进行了排查 因为距离这座山很近 所以不排除是当地居民作案的可能 但一番调查下来 他们只有一个线索 那就是近几日一直听到后山传来响声 还以为是政府在开采 所以就没有太在意 排除了当地村民作案的可能后 他们的目光放在了有前科的一个人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李怀亮 他会是这伙盗墓贼的主谋吗 他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猖狂的盗墓贼 不仅在光天化日公然袭警 还仗着人多向警察放出狠话 声称中国的墓只有他不想到 没有的做不到 令人没想到的是 这个猖狂的盗墓贼之前从来没有接触过考古 只是通过一本密集自学成才 仅凭这一点就疯狂盗墓五百余起 在盗墓贼袭击警察的事情发生后 当地警方连夜成立了专案组进行了走访排查 很快一个叫做李怀亮的人进入了警方的视野 这个人曾经就因为这个事情蹲过耗子 警方没有丝毫怠慢 立刻控制住了李怀亮 李怀亮被抓后 受伤的两个警员立刻对他进行了指认 虽然在扭打过程中蒙了面 但他们还是一眼就认出了李怀亮 警方连夜对他进行了审讯 没想到李怀亮却说 自己根本不认识那伙人 只是当天碰巧聚集在了一起 然后就拿着洛阳铲上山盗墓去了 警方哪里相信这一面说辞 可李怀亮却一口咬定就是这样 他还向警方说了一件事情 几个月之前 道上一个叫贾大师的奇人 突然声名鹊起 大家都在传他一个人单枪匹马 从一个商代墓葬中取出了几十件青铜器 从此贾大师的名号传遍整个盗墓界 警方虽然不太相信李怀亮的说辞 但还是对这个所谓的贾大师进行了走访调查 根据眼前的口供 他们得知 这个贾大师叫做贾生文 之前一直是个农民工 后来不知道得到了什么秘密宝贝 然后对盗墓从此了如指掌 几个月的时间 光是他的传说就有十几个 警方立刻对贾生文进行了逮捕 有意思的是 在逮捕贾生文时 他还在一个工地上面搬砖 丝毫没有传说中得到高人那般模样 看到警方来着之后 他也没有反抗 而是老老实实跟着他们回去了 一开始贾生文怎么都不肯开口说实话 直到警方将李怀亮和其他几名嫌疑人一同带过来指认 他才最终松了口 哎 早说过不能带这么多人去 还是栽了跟头 这时候贾生文似乎还是有点不甘心 但很快他就交代了所有犯罪事实 并带着警方去了他埋藏宝贝的地方 眼前这个人叫做贾生文 他曾单枪匹马从古墓中盗取了几十件完美的青铜器 然后转手就卖了五百多万 他被人称为盗墓界的祖师爷 只需要看一看地势地貌 就知道此地有没有古墓 被警方抓获后 贾生文将自己的事情全都交代了 原来从十几岁开始 他就在家里翻出了一个关于古墓的书籍 里面详细记载了如何看墓盗墓等多种手段 再加上贾生文添资聪慧 很快就学会了这本书里的内容 一开始他不自己下墓盗墓 而是化名李大仙做一些关于古墓上事情 后来野心越来越大 自己就凭借着一身本领亲自下墓 久而久之自己的本领也就越来越高 直到这次才栽了跟头 原本贾生文想的是自己这次还一个人 但在半路却遇见了同行 与其说是同行不如说是迷地 贾生文就带着李怀亮一起下墓了 交代完所有事情后 贾生文说出了自己藏匿古董的地方 来到自家后院后 警方对他交代的地方进行了挖掘 最后挖出了三个青铜器 但警方此时有点纳闷 按理说这商代的青铜器都是成双的出现 为什么贾生文只藏了三只呢 在不断的质问下 贾生文终于说了实话 自己还抱着侥幸心理想要再藏一个 但见多识广的警方一眼看穿了他的小计谋 最后国家级宝物也顺利被追回 好了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